歡迎鄉親 等待大長話新聞的現場 和美高中參加今年頭一次既辦的 專購各中節太陽靈遙控車競賽 是來得到這個既時競手組的冠軍 打敗很多行 既既好好 真難得喔 也讓專家的須生是真開心 太陽靈車秀一個就走真香 和美高中的學生 做對參加今年手辦的 專購各中節太陽靈遙控車競賽 就拿到計時競速組的冠軍 把合組也得到第三名 還有一個創新設計家做 屬性作為努力 放棄休閒時間 不斷收政策喔 才能打敗美交共隊得到不錯的成績 前面的組別都有一秒三 三十幾 就是都很快 然後比到我們的時候其實就是很緊張 就是想說老師都辛苦研究了那麼久 然後如果沒有一個成果出來 就是會覺得好像 對不起老師的感覺 對 所以 拿到第一名就是很開心 我們高務部的同仁 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我們一直到比賽的前一天晚上 還待在學校 跟著學生一起做到晚上十點多 遲一點 那學生他們的努力也很值得肯定 有幾組 像旁邊這一組他們修道都快放棄了 我們另外還有兩位老師 他們本身也是相關科系 當然我們就三個臭皮這樣子 大家一起想方法去解決問題 校長對蘇生的表現非常困難 同仁是學校正經科學教育優行 高雷 經濟的精神是正確的方向 平時非常紮實於我們科學教育的訓練 我們動手實際去操作 在這方面發揮了功效 另外我們的老師有不取不勞的精神 再加上我們的同學非常用心的學習 才能有這麼好的成績 那這次在四十多所隊伍裡面 我們一般的高中啊 能打敗這麼多的技職的學校 更屬難能可貴 學生修宿參賽到這條不錯的成績 也竟然跟其他學生 導致科學領域的興趣 就由不斷學習到經驗的累積 蘇生都很有信心 在未來會有更好的成績表現 都中華新聞 詹文七何美 蔡芳報道